第317集 在林明的脑海中 各种纷乱的景象交替呈现 时空旅程中的经历 金蓬破须中的记载 包括大荒解决中涉及到的时空意境 这些景象在林明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某一时刻 林明就觉得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一般 一股浩瀚的能量从丹田中爆发出来 流遍全身境脉 不宣泄出来不畅快 林明从虚迷界中抽出了子炫枪 一枪刺出 子炫枪就仿佛顿入虚空一般 修饰不见 砰 一枪刺在修炼地的防护镇上 整座阵法剧烈的激荡 子炫枪枪杆在强大的冲击力下 完成一轮满月 稍微停滞了片刻 林明的身体完全违反物理规律的猛然收回 连带着子炫枪也收入了虚迷界中 仿佛林明刚才根本就没动过一般 内饰丹田 真元气旋扩大了一圈 距离先天中气 只有一步之遥 唉 修为已经达到先天初期的极致了 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 也总算让我残污到了一点皮毛啊 真不容易啊 林明清出了一口气 这两套法则的残污实属不易啊 从获得金鹏破须身法开始 再到大荒解决 两套极品功法都提到了时空法则 再加上超长距离传送阵时空通道的经历 以及准地级战争流影的参悟 一系列的机缘下来 自己对时空法则还只是领悟了个皮毛 我和法则的亲和度 比起妖精这样大自然法则的宠儿来 实在是不值一提啊 如果不是我有空灵武艺辅助 怕是四天时间都不够入门的 林明暗叹一口气 他对法则的参悟始终不尽如人意 倒是修为的提升十分迅速啊 这几个月的时间 我已经逼近先天中起了 至多再过一个月就能突破了 这血沙员呢 名不虚传啊 顶级的修炼地 高强度的修炼 配合天才的生死战 最容易激发武者的潜力 如果能在血沙员历练数年而不陨落 我的修为 必能成长一大劲儿 可以说 血沙员的急速进步 是其他年轻俊杰的死亡换来的 这就像是一群蜜蜂中选一只蜂王 只有咬死了其他的竞争者 才能登上蜂王之位 血沙员的生死战 自然要比天眼大陆宗门的会舞大赛有效的多 当然这代价也大得多呀 一口气修炼了四天 林明就觉得腹中空空 饥饿难耐 而且身上冒出了不少汗 黏黏的很不舒服 他准备出去洗个澡 吃个饭 林明所在的特等修炼地 空间狭小 根本就没什么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 通过房间中的传送阵 来到二层的舞者服务中心 一股喧闹的气氛顿时扑面而来 在这里只要有血沙精 就可以享受到各式各样的服务 只要你能想到的应有尽有 洗玉 吃饭 这是最简单的 有些舞者为了宣泄欲望 找十几个漂亮女奴一起洗个鸳鸯玉 这不足为奇 林明找了一个体面的酒楼坐下 还没点菜呢 就发现许多人的目光 频频注视在他身上 还有些人嘴唇微动 显然在真元传音着什么 他们看向自己的目光 都有些古怪这色 哎 我什么时候 这么被关注了 林明自认为在二层 也算是个小名人 但是绝对不至于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啊 微微沉吟 林明拿出一张传音符 说了什么之后捏碎 手中闪过一道火光 片刻之后 一个妖精族少女 风尘仆仆赴到酒楼 而林明此时 正不慌不忙吃酱牛肉呢 林公子 妖精少女微微行礼 之前他给林明留下个传音印记 随叫随到 林明尚未询问 妖精少女就真元传音给林明 林公子 你可千万别去武斗场啊 蓝星正在武斗场比斗呢 他之前要点名宣战你的 只是林公子一直在闭关前修 所以才没有机会 结果他前几天 每天都是三连胜 如今已经连胜九场了 再胜一场就是十连胜 林公子如果现在去武斗场的话 他肯定要挑战你的 哦 就这种事 林明摸了摸下巴 他也知道通天塔的规则 十连胜就能得到一个杀戮积分 自从光看了准地级的交手 从那些影像中收获良多后 林明便对杀戮积分有了新的认识 这确实是个好东西 多多益善啊 如果再赚一些杀戮积分 多换几个精通空间时间法则准地的战斗影像 甚至以后自己的权限再上升一步 换到真正的地级高手的战争阵盘 那他对法则的理解必然也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等好事林明自然不会错过 是啊 林公子千万别轻敌 蓝星现在展现出来的实力远比他第一天要强 第一天的三连胜 他根本就没认真 妖精族少女看到林明露出饶有兴致的表情 心中一慌 急忙解释道 哼 我知道 林明心中恍然明雾啊 怪不得这些人对他频频关注呢 原来是等着看好戏的 从须眯戒中取出了一颗中品血沙精 放在桌上 林明道 小二 结账 说着他直接站起身 林公子 你要干什么 妖精族少女脸色一变 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林明微微一笑 去舞蹈场看看 蓝星所谓的隐藏实力到底如何 林明的声音不大 可是酒楼中的舞者哪个不是高手啊 林明的话 他们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啊 一时间很多人顿时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林明这似乎是有一种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的感觉了 不过也有很多人看向林明 微微摇头 或是吃笑一声 还有几个巨魔族的舞者 看着林明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那眼神似乎就在看白痴 他们在等着林明战败 活着惨死 无论是感兴趣 想看热闹的 还是鄙视林明的 这时候都不约而同的做了一件事 结账 一时间小二忙着收钱 而在场的舞者纷纷起身准备去舞斗场 林公子 你 妖精少女无语了 他专门来叮嘱林明的 结果只起到了反效果 对林明啊 他还是有些好感的 当然这个男女之情 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只是因为林明会善待奴仆 对女人也不会一味的 只想着得到他们的肉体 在通天塔这种环境下 依然可以洁身自好的男人 却是少得可怜 他自然不想林明有事 他想再说什么 林明已经走出了酒楼 直奔舞斗场而去 有意思啊 我倒是期待林明和蓝星交手啊 希望不要让人失望啊 哎呀 结果都已经预料到了 年轻人血气方刚 做事欠考虑 这三天蓝星的战斗 林明一场都没看 这就敢贸然出手 太不明智了 哎 林明是不错 也多半留有底牌的 可这是通天塔呀 谁也不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呀 谁也不懂隐藏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 谁小瞧别人 谁就会吃亏 以为自己留有底牌就能虐杀别人 这是最最愚蠢的念头 有这种念头的人多半嗝屁了 通天塔 强手如云 在这里 龙你得给我盘着 虎你得给我握着 连上层的强者 在出手之前也要多少调查一下对方的底细 否则就会是很危险的事情 哎 武斗场那边估计正比着呢 不知道这蓝星十连胜了没有 我看那十拿九稳的事了 此时 武斗场 十连胜 蓝星已经十连胜了 黑衣裁判高声宣布道 蓝星太强了 他的天魔纹身已经正式累积到四亿了 甚至六亿都形成了一个狠淡的轮廓 与在场观众预料的一样 林明没有出现 于是到第十场比赛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愿意出手了 蓝星十连胜的对手 还是妖精组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武者 他本来就没指望赢 第十一场战斗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场战斗 可不是吗 期待已久了 不知道谁上场了 这些强者之间 已经根据自身实力达成过协议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次应该是胡言罗出场 每一个赚取杀戮积分的机会 都是弥足珍贵的 在通天塔二层赚取杀戮积分 有以下四个方式 第一连胜 十连胜 二十连胜 三十连胜 等等这整十的连胜 都会得到对应的杀戮积分 可是在通天塔呀 高层舞者战胜底层舞者 不算入连胜场次 所以连胜累积的后半段 想要连胜面对的对手就会越来越强 这个时候强者出手都得谨慎考虑 杀戮积分的赚取也会越来越艰难 第二个赚取杀戮积分的方式 与第一个方式恰好相反 那就是终结对手的连胜 比如现在如果终结掉蓝星的十连胜 就会从他手中拿到他十连胜 获得的杀戮积分 第三个方式呢 是获得荣誉勋章 每一个荣誉勋章都对应着一定数目的杀戮积分 最后一个方式呢是赌斗 双方约好一场战斗中赌多少个杀戮积分 赢的人呢就会得到两份的杀戮积分 在这种情况下 对高手来说 最容易获得杀戮积分的就是第二种 终结对手的连胜 特别是像蓝星这样的新人 最好下手 这种机会谁都眼馋 二层的高手间 自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则 来分配这种机会 这一次轮到胡炎罗出手 胡炎罗出身巨魔族 身高一丈二尺 即便在巨魔族中也是身材魁梧 他的武器是一柄大锤 光是锤柄就得有成人的胳膊那么粗 看这重量绝对有数万斤以上 跟这位胡炎罗一比 西府赵王李元霸那一对雷骨瓮金锤 那就是玩具啊 轰隆 胡炎罗跳上台的时候 直接把地砖踩得爆碎开来 整个擂台都一阵 小娃子 不要过于紧张 我下手啊 很轻张 像你这样的人才 那是我们赚取杀戮积分的重要来源啊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放心 忽炎罗上下打量着蓝星 神经质的舔着嘴唇 他呀足足比蓝星高出大半个身子 远远看去就像是大人和小孩 蓝星不以为意的一笑 这么说 你们还真是把我当成了羊圈里的绵羊了 每隔一段时间就收获一次啊 你要是这么想啊 也不错 小子 认命吧 这通天塔呀 是个实力为王的世界 如果你有实力 你也可以这么做呀 不错 这点我同意 不过在开战之前 我有个提议啊 说 我想在交手的基础上 再跟你赌斗积分 就赌两个积分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赢了我 就能拿到三个积分 当然如果输了 积分就归我 蓝星的提议 让胡言罗猛人一争 玄机他哈哈大笑 啊 哈哈哈哈 好提 好提啊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还有这种好事 送上门来 蓝星竟然觉得 一个积分不够多 还要再赌上两 哈哈哈哈 小子 如果你觉得之前 有留守 就能影响我 哎 我告诉你啊 大错特错 我让你见识一下 伤层修炼者的实力 胡言罗说完 爆喝一声 别看刚才胡言罗说话 神经兮兮的 现在浑身的气势爆发出来 一时间是摩圆滚滚杀气通天 蓝星心中冷笑一声 他敢跟胡言罗赌斗 自然是调查过胡言罗的底细 包括胡言罗出身的门派 所修功法都有所了解 他甚至看过了胡言罗交手的战争阵盘 当然胡言罗有棘手底牌 这是必然的事情 不过即便如此 蓝星也有七八分获胜的把握 在通天堂 七八分把握已经值得一睹了 嘴角泛起一抹邪笑 蓝星抽出了虚迷剂中的长剑 哎 武场那边煞气好浓啊 是啊 谁跟谁交手啊 打到这种程度 在林明走向武斗场的路上 就看到有武者在议论纷纷 确实啊 在武斗场中传来极为浓郁的煞气 可以想象其战斗的激烈程度 林明进入武斗场 远远的就看到在场中央 一个手持巨锤的巨魔大汉 浑身是血 披头散发 而在他身前 一个妖精族青年一脸妖艺的邪笑 他浑身都覆盖了一层紫荆战甲 在身上有数处极深的伤口 然而他似乎对此浑然不觉 仿佛疼痛能让他兴奋一般 这 这是蓝星 林明微微诧异 这妖族青年满头长发 一直垂到脚踝 身上鸣刻着各种繁杂诡异的花纹 不过容貌 确实和蓝星有几分相似 只是相较蓝星 更加的妖艺邪气 哎 想不到蓝星竟然练成了妖王战体啊 这么下去 忽炎罗坚持不住了 嗯 怪不得蓝星天赋如此出众 他身上的古妖族血脉太浓郁了 妖王战体都能用出来 古妖族血脉 林明心中一动 在此之前 他就听说过上古巨魔族 当初从乾坤荣日炉中飞出来的那一大团 精血就是上古巨魔族的精血 三头魔神犬想要吞噬他来增强自己的灵魂 结果让魔方给吞噬掉了 如此看来 上古妖族也多半是类似于上古巨魔族 毫无疑问 无论是上古妖族还是上古巨魔族 他们都拥有逆天的天赋 就像上古凤族一样 林公子 那是妖王战体 这时候 一直跟着林明的妖精族少女看到台上的蓝星 倒吸一口冷气 站着兢兢的说道 林公子 蓝星能用出妖王战体 是因为 师妹 被上古妖族认可了 在妖王战体下 他的实力能提升四五成之多呀 提升四五成 确实是相当可观的增幅 一般成年男子 比十四五岁的少年 也就多个四五成的力量 但是通常 一个成年男子能打败四五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看到林明依旧不以为意的样子 妖精族少女叹了一口气 也不再劝为什么了 能说的 他已经都说了 轰 在擂台上 胡炎罗的大锤被高高抛起 在空中急速旋转 而与此同时 蓝星一步踏前 手中长剑 刮起凌厉的剑锋 鲜血飞剑 胡炎罗发出野兽般的爆吼 一拳砸向蓝星的心窝 死吧 蓝星冷冰冰的吐出这两个字 身影仿佛化成清风消散 下一刻 剑势凝聚 直接贯穿了胡炎罗的脖子 一剑封喉 这时候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被蓝星击飞的巨锤 这才落地 而在擂台之上 胡炎罗正不可置信的看着自己眼前正在滴血的长剑 眼神慢慢失去了神采 蓝星长剑一抖 直接切断了胡炎罗的脖子 硕大的头颅滚落在地 血柱直接喷出两丈多高 蓝星获胜 随着裁判的宣布 观众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呢 在通天塔第二层实力能排到第一梯队的胡炎罗 竟然就这么死了 我去好厉害的风之意境啊 蓝星最后就是靠风之意境躲开了胡炎罗的拳头 并且给对方致命一击啊 不得了啊 这蓝星似乎才二十三四岁 假以时日将来成妖帝有望啊 观众们议论纷纷 通天塔的年轻俊杰比比皆是 但是真正如蓝星这样有希望疯狂称帝的地级天才并不是很多 蓝星对众人的议论充耳不闻 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向林明飘了过来 脸上的笑容更加邪逸 咔咔咔 蓝星身上的紫荆战甲自动隐没 脸上的符纹也渐渐消失 容貌变回成了最开始那个妖精足的俊美青年 只是因为他脸上沾满鲜血 看起来却有几分猙獰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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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冲出